陈海的命我会还的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够审判我 吃你爸的老天爷 他的身世你也知道 上大学之前就没吃过几个烤酒 他流着泪对我说 穷爬 当年刚从山里边调过来 就在街头一线一命降落 独闯独闯 慎重三胆 融合过嫉妒英雄队长的城堡 为什么都对齐厅长 这么另眼相看呢 看见没有 盛天半子 好有气魄 以自己为妻子 跟神仙下棋 以生命为代价 盛了盛天半子 不服命令 不敢赌人 就没机会以后 这齐厅长 是鼓子得够英气的 我从小就是在别人的白眼当中长大 吃别人的剩饭 穿别人的圣服衣 改变我命令 不是知识 是权力 真的 从我跪下的一个开始 我就知道 那个充满了激情 充满了着急的气动为死了 从此以后 我就跟老天爺 我跟我自己的命令交流 我知道 我不会管别人怎么看 我也不管我自己 用什么样的手子 哪怕 搭上我自己的性命 我也要上天半子 陈海的命我会还的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够审判我 吃你 老天爺 齐同伟具有这个时代太多的影视 很多人都从他身上找到了自己 不服命运 却又不得不像命运一样 那些手握强权的人 他们看不到底层人 不屈服命运的手次挣扎 看不到他刚出入社会 就尝尽人情冷暖的无奈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根本看不到底层人 为了改变命运 要付出多少努力 这种差距就像命运 给自己带上了一把家属 而想对抗这种命运的家属 唯有以令香薄的勇气 和盛天半子决心 这也是齐同伟 令人钦佩的原因